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长期的战争中,他们靠一些上不了台面的战术营得了些声誉,主要不是战斗中得来了,而是自己媒体以及外界媒体吹出来的。 那只越南人自画自想,倒真的相信起来了,信心满满地以为,真的成为排名苏美之后的世界第三军事强国了。 于是,越南异谷人的狂妄自大越演越烈,用挑衅的眼光不断寻找新对象。 终于,那个长期支援他们的中国成为新的目标。 一时间,越南国内还出现一个越南兵能挡败至少五个中国兵的言论,充斥大街小巷。 中运战争中,就发生过这样一件取文。 以此,我军一支侦察小队与一股越南特工狭路相逢。 双方对峙时,一位越南特工突然嚣张地探出身子,高。 声用中国话喊道,中国侦察兵,咱们换换花量较量较量,都不用武器,我一个人打你们三个人,你们要是打败我就算你们赢。 面对如此猖狂的挑衅,我方战士没有留情,一个精准点射,让这个家伙永远闭上嘴。 且不说这家伙不知天高地厚,就算我方战士真的愿意取回回,保不准正宗这些家伙暗算。 不过,越军这种猖狂的大话听得多,也难免让一些读者产生疑问,我军战士徒手格斗真的打不过越军吗? 这个问题其实不用专家解答,用正常的逻辑思维就能给出答案。 人送外号猴子不是无缘无故的,越南人天生瘦小枯干,而徒手格斗90%的胜利因素就是力量,仅此越南士兵就绝对不是对手。 加上后天的武艺,这个就更不必坠眼了。 展开全文所以,真实情况是,虽然在许多战争中肉搏战的几率不大,但一旦发生,我军完胜的几率,不知要比越军大出多少。 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